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放养娃,我是主持人常草 6月17日,美国FDA授权为6个月至5岁的儿童注射新冠疫苗 具体来说,FDA授权温瑞公司为6个月至4岁的儿童提供新冠疫苗 同时还授权莫德纳公司为6个月至5岁的儿童提供新冠疫苗 全美国在6个月到5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大约有1800万人 这也意味着FDA的这次授权将使这1800万的儿童将有资格接种疫苗 这比美国首次为成人提供疫苗已经晚了一年半 为什么年龄越低的儿童反而接种疫苗时间越晚呢? 其实FDA根据年龄组授权疫苗是本着计算风险和利益的原则 从最年长的人群开始 继成人使用之后 继续先后开展了5到12岁人群 以及5岁以下的扩大临床试验 积累了更多的数据 再充分证明疫苗在这些人群中是安全有效的之后得到授权 莫德纳下一步计划为三个月大的婴儿研究其疫苗 辉瑞公司还没有最终确定为更小的婴儿提供疫苗计划 那么疫苗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家长准备好了吗? 虽然有一些家长一直在倒计时着急为孩子接种疫苗 但仍然有一些家长对疫苗仍然持犹豫的态度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美国儿童的疫苗接种率并不高 根据CDC的数据 在全美国范围内只有大约29%的5到11岁儿童完全接种 相比之下 12到17岁青少年的疫苗接种率为60% 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4月份的一项疫苗监测调查 只有18%的5岁以下儿童父母表示 一旦有疫苗 他们就会为孩子接种 近4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在为幼儿接种疫苗前会等待和观察 11%的受访者表示 只有在需要时才会为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27%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肯定不会为他们的孩子接种新冠疫苗 即使是急于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 他们仍然会有一些疑问 他们对FDA的决定到底有多大的信心 哪种疫苗更好 孩子已经感染过病毒 是否仍应该接种疫苗等等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疫苗对幼童是否安全 为了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必须分别提出 临床试验的结果 表明其疫苗在目标年龄组中 既安全又有效 尽管这些结果是初步的 尚未经过同行评议 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但这些数据已经由FDA的一个独立的 疫苗专家委员会审查 FDA发布了自己的分析报告 称这些疫苗没有引起安全问题 而且是有效的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种疫苗的一些关键数据 首先是辉瑞疫苗 辉瑞公司在其临床实验中招募了4500名儿童 包括1678名5岁以下的儿童 在接受了3剂疫苗后 没有出现新的安全问题 大多数的副作用是轻度或中度的 接下来是莫德纳疫苗 该公司在研究中招募了 大约11700名6个月至12岁的儿童 包括6700名6岁以下的儿童 所有儿童都接受了2剂疫苗 间隔28天 根据该公司的数据 大多数的副作用是轻度或中度的 而且大多是在第二剂后报告的 没有发现新的安全问题 此外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疫苗对于幼童是否有效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婚孕疫苗的有效性 在第三剂后 5岁以下的儿童引起了强烈的免疫反应 有效性达80.3%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研究是在Omicron变体占主导之前进行的 莫德纳疫苗的中期结果显示 该疫苗对6个月到2岁的儿童有51%的效果 对2至5岁的儿童效果为37% 这些研究是在Omicron流行时进行的 在这些年龄组中 两种疫苗的疗效都明显低于其在成人中的疗效 在用于FDA对成人新冠疫苗的认证临床试验中 其疗效分别为94%和95% 专家解释说 成人疫苗具有更高的效力 是因为这些疫苗是为了针对原始病毒而制造的 而原始病毒在那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接种疫苗的人 仍然会感染新的变种 那么这次FDA授权了两家疫苗公司 为幼童提供疫苗 其中一家是莫德纳 另外一家是辉瑞 那么这两种疫苗到底家长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这两个品牌的疫苗使用相同的技术 但也有区别 辉瑞公司疫苗需要打三针 前两针间隔三周 最后一针至少在两个月后 为六个月至四岁的儿童注射的疫苗是成人剂量的十分之一 接种三次也就是三个三微克的剂量 五到十一岁的儿童每针是十微克的剂量 十二岁及以上的儿童每针是三十微克的剂量 这与成人相同 莫德纳的是两针 对六个月至五岁的孩子来说 两针间隔大约四周 每针是其成人剂量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二十五微克的剂量 而六到十二岁的儿童接受两个五十微克的剂量 十二岁及以上的儿童接受两个一百微克的剂量 如果家长给予让孩子尽可能快地接种疫苗 在这种情况下 两剂莫德纳疫苗可能更可取 因为第二剂是在第一剂的四周后接种 第二剂接种两周后将被认为是完全接种 如果孩子在现在开始接种该系列疫苗 他们就可以在八月中旬之前 也就是秋季开学之前完全接种 其他一些家长可能单纯对辉瑞疫苗更感到放心 因为这家公司已经给五到十一岁的孩子 提供了几个月的新冠疫苗 辉瑞公司的三剂量疫苗肯定需要更多的时间 前两剂相隔三周 然后第三剂在第二剂之后两个月进行 因此即使孩子现在接种了第一剂 也至少要到九月中旬才能完全接种辉瑞疫苗 困扰家长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孩子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是否还有必要接种疫苗 如果孩子已经得过新冠怎么办呢 根据CDC的一项研究 到今年二月底 四分之三的美国儿童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随着这个数字现在越来越高 一些家长会想知道 自己的孩子是否已经有一些基于感染的免疫保护 耶鲁医学院儿科专家苏德博士对此的解释是 我们从自然感染中获得的免疫力 有一些疫苗免疫力无法提供的好处 反之也是如此 有证据表明 混合免疫即自然感染与疫苗接种相结合 可能是最好的免疫类型 但是衡量混合免疫力是很复杂的 而且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例如混合免疫力能持续多长时间等等 也就是说 感染病毒和接种疫苗并不冲突 关键还是家长对疫苗的态度 CDC建议 可以考虑在感染后等待大约三个月再接种疫苗 最后呢 我想分享一个checklist 提供给决定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参考 1.给你的儿一打电话 咨询相关问题 比如是否可以和孩子其他常规疫苗同时接种等等 2.在比较方便的地方预约安排 3.在预约前与你的孩子交谈 3.为孩子做好打针前的心理建设 4.在您的孩子接种第一针疫苗后 立刻安排下一次的接种 5.留存好纸质的疫苗接种卡 用拍照或复印的方式留下副本 因为孩子的学校可能也需要疫苗卡的复印件 6.为了避免身份被盗用的风险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疫苗卡的照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一些信息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